第二十八章 重逢的喜悦 次日 陆毅找到蓝清璇 他们该回去了 所以想来问问他的意思 是去是留 还得要看他自己的决定 陆兄 我很感谢你帮我找到蓝希 可是 我不能和你一起回去 蓝清璇这回答 还是在他意料之中的 他们多年未见 好不容易和自己心爱的人相遇 比应陪伴在他身边 如果换作是他 他应该也会这样吧 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如今国泰明安 在无颜加此类奸臣 你们也可以好好的弥补一下 过去一世的回忆 谢了 陆兄 他还是选择留下 可在陆毅的心里 竟然会有一丝丝不舍 毕竟他们也是一起 经历过生死的兄弟 忽然少了一个左膀右臂 只是不适应罢了 既然他有自己的所求 君子又怎能夺人所爱 陆毅带着延峰便下了山 解决了蓝青璇和鱼西的一桩事 他的心里也轻松了许多 回去告诉原今夏 他应该也会为他们感到开心吧 大人 您看起来好像心情不错 阎峰说道 原来的陆毅在哪儿都是一张死神般的面孔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今日的大人却与往常有些不同 也路上都带着笑意 陆毅的毛子看着远方 阎峰也大致可以猜到 这发自内心的笑 就连眼睛都是笑着的 想来也是为了原今夏 解了一件困惑他们多年的疑惑 自然是心情愉悦 大人是想念原姑娘吧 天峰 你这贫嘴的功夫 莫不适合陈福学的 陆毅用一种半笑半严肃的状态说道 他早该想到的 这句话说出口 一定会遭到陆毅的回怼 阎峰见词立刻闭了嘴 陆毅还是不想在他面前提到阎世帆 主要是怕他会误会 既然他们现在为主仆 就不该再去多提他的前任主子 两个人一路上都寡言少语 阎峰本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侍卫 跟在阎世帆身旁的时候 更是对他的话唯命是从 而陆毅偏就是这一种 表面不为善的锦衣卫 任谁都不敢和他多说一句话 时隔一日地别离 不知道他有没有想他 可陆毅对他更多的不是思念 而是担心 担心安言会找他麻烦 担心潮里的小人会利用他 而抓住他陆毅的软肋 直到他们到达陆府 他所期盼的那个人 再一次站在门口外等他 陆毅对阎峰使了个手势 让他先退下 圆今夏这不经意间地转身 看得陆毅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开心 大人 一个好久不见的称呼 一个只有他叫他才会开心的称呼 圆今夏笑着向陆毅跑去 这样的场景也是他梦寐以求的 如果可以 圆今夏真的很想将时间定格在这里 陆毅微笑着迎接他的怀抱 如今见到他好好的 他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大人 你终于回来了 圆今夏开心地抱住陆毅 心中的喜悦难以用语言表达 他甚至会想 如果以后和他分国两地 他又该怎么办呢 陆毅将手搭在他的腰间 他又何尝不想他呢 这就想我了 我 对了 大人 今日是你的商城 昨日你临走时 还说要找我讨要生辰之礼 到底是什么呀 今夏 用空喉给我谈一句讨妖可好 讨妖是陆毅的母亲 交给他的唯一一首曲子 当日在萧香阁第一次听员今夏弹起 就让他回忆起了母亲还在的时候 大人刚回来 不如先去房后休息片刻 剩下的就交给我去准备吧 我一定会给带一个难忘的生辰礼物 原今夏边说边推着陆毅进门 他想要的竟是如此简单 陆毅身为锦衣卫却如此有情有义 他果然没有看错人 随后 原今夏也匆匆忙忙地跑到厕房去梳洗打扮 为接下来的琴奏演出做准备 陆毅被他半推半拥地推到了房间里 既然如此 那他就好好地待在这里吧 看看他又会搞出什么名堂来 赶了一天路 他刚想借这个机会歇一歇 不曾想刚躺下 这房门突然被人打开 陆毅仔细盯着门口要进来的人 这些人之中 唯一一个与他有脾气的也只剩下一个人了 那就是谢霄 果然走进房间里的人也没有让他失望 谢霄和从前一样一点没变 在他面前还是一如既往地嘚瑟 之前谢霄视他为情敌处处刁难 现在如此又是搞得哪一出 这新年不见还是老样子 新陆的你如今都已经有惊吓了 就应该对惊吓一心一意 你 你 谢霄说着 内心的情绪竟有些控制不住 陆毅见词更是一头雾水 根本不明白 他这又是扯得哪年的陈年旧事 你在胡说什么 你 你都有惊吓 就不能再对其他人有意了 陆毅边说边向床上躺去 对谢霄半礼半不礼 他什么时候对惊吓有二心了 再说了就算有 与他又有什么关系 果然又是一场无理取闹 陆毅还是一脸严肃 谢霄一向事多麻烦 他早就知道 如今三年不见 还以为他会有所改变 谢少帮主自从做了将军之后 管得更宽了 对我的私事都那么感兴趣 谁有闲工夫跟你扯 我在乎的是安炎公主 你喜欢安炎公主 自己去追啊 那找我干什么 我就是来告诉你 你给我好好对惊吓 别把安炎牵扯进去 现在他们两个好不容易成为朋友 我不想因为你再次反目成仇 谢霄说完这些 转身就要走 哎 他肯定是上辈子欠陆毅的 否则怎么会那么巧 他喜欢的两个女孩子都喜欢他 陆毅一个人留在屋里 回想着他刚才的话 怕他们反目成仇 好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喜欢就喜欢 怕他抢了安炎就直说 找这么一个理由 是个人就能够看出来 他只是对自己没信心 不过好在 这次他是真的不想和他抢 另一边 谢霄刚出了门 又想起了什么似的 慢慢又退回了屋里 还有事 那个 你给我去个地方 刚才着急就给忘记了 只见陆毅轻笑了一声 走了出去 出去又怎么样 单挑他也不是他的对手 面对这样的谢霄 他有的时候也是无言以对 谢霄反应过来 也赶紧跟上他 他得负责把陆毅带到 原今夏刚才说的地点 你去帮他 他在职派收拾